今日的依资国股推介就是中信证券6030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A股近月跑赢外围 6月以来上证和互心300指数分别升5.5%和8.1% 在内地政策空间充足和经济数据改善等因素之下 A股是提高一线 受到A股大动 股份可以关注证券股中信证券 由于投行和资管业务受A股调整影响较少 中信证券首季的盈利 按年升1.2% 盈利能力是跑赢行业的 指望第二季摩根大通就说 虽然A股日均成交预料会放缓到9000亿人民币 不过IPO市场仍然活跃 指数表现亦相对稳定 与其内地券商第二季盈利按贵反弹 给予中信证券增持的评级 目标价是19.8% 全年来说 根据磐综合预测 中信证券今年的盈利预料录得236亿 按年增加2% 2023和2024年盈利增长加快到1.8%和1.3% 走势上 中信证券5月至今持续反弹 以昨日收市价18.18元来计算的话 股价已经由5月的低位15.5元 反弹1.7元 中信证券目前运行到3月底至4月初高位 大约18.6元附近 短期若果能够持续突破 可以少住追入 主要大巷给予它的中信目标价 就是平均大约23元 可以作为参考 否则建议等候到16元到17元收集 跌穿15.5元就止损 明镇和喔刘宇 大家 gatherings 可ordre